就像我们很多人所知道 我们对于一些属灵的名词是非常熟悉 譬如说包罗万有的基督 或者是经历基督这样简单的词句 享受基督这样的词句 不可否认这些都是非常基本基要的事 但是我相信主在祂现今属天的执事里 正在牧养我们 引导我们 作为天上的大祭司 天上的执事和大祭司在那里 照顾我们 他知道基督的身体照会 只能借着 对于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 借着 肢体们来经历这追测不尽的丰富 来实际地建造起来 所以今天和明天我们仰望主 我们能够在往前 在经历和享受基督的事上 敬前一两小步 我也想要再重新地 新鲜地定义一下 这个包罗万有的这个词 所有真正的基督徒都会承认 他是主的时候 我们就非常地喜乐 但是主 救主 神的儿子 这几个名称 只是新约 关于基督的人位和工作 的一些粗浅的 刚开始时的发表 所以主带用这个词 用我们一个词 包罗万有 包罗万有什么呢 包罗万有的意思是 基督他是完整的神 拥有一切的神圣的属性 但是他借着成为肉体 成了一个人 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 有一切属人的美德 和最高的人性 然后我们有一个大的跨越 我们可以说 基督是一切 正面与宇宙中一切 天上地上 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 所以基督被称为 公义之子 他是明亮的星 他是真正的粮 他是我们的翼袍 他是世上的光 他是宇宙中一切 正面事物的实际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包罗万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包罗万有 经历基督 乃是因着这位 是因着这位包罗万有的 基督 是 次生命的灵 实际的灵 在我们重生 之时 进到我们的灵里 我们才能够经历基督 所以今天 这个次生命的灵 实际的灵 正在做工 把基督 把我们带到 对基督真正的经历里 在我们这一面 所有真正的属灵的经历 都是 在 也是同着我们重生的灵的 在心理上 在魂里 在情感的范围里面 你可以有一些的东西 所谓的经历 但是那个不是 真正属灵的经历 因为不是在灵里的 所以 次生命的灵 实际的灵 与我们的灵 调和 正在做工 使我们 真正的经历 基督 作为完整的神 经历基督 做完全的人 以及 一切正面的事物的实际 如果我们真实的 对于基督有一些的经历 在某些特定的方面 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些东西 从我们里面流出来 在我们的里面 就会有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主的宝贵 可亲 可敬 美妙 的真相 就是主 作为一个 主的人位 对我们的 真相 我们有一个奇妙的人位 在我们的里面 他对我们越来越多 成为真实 然后这个基督 会 把他自己 作为我们的生命 并且 构成我们的琐事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我们里面 会有一个生机的 改变 就叫做变化 之中我们的心思 会有一个属灵的 悟性 领悟我们所经历的基督 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纪念主 敬拜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 发表 有些东西 说出来 我们可以感谢他 赞美他 为着 他之于我们的 一些特定的方面 我们也可以 把他 供应到别人的里面 把他分次到别人的里面 我们享受基督 是基因于我们经历基督 我们的魂乃是 我们享受的主要的器官 当得胜者 跟随主 在他们地上的年日里 否认他们的疾 丧失魂生命 并且与主成为一灵 这些得胜者 当他们见主的时候 他们会经历 一个东西叫做魂的救恩 意思就是 在今世 虽然他们已经享受了基督 他们为着主和他的福音的缘故 受苦 现在主会对他们说 你们进入主人的快乐里 然后他们的魂 就能够从受苦中 和释放 他们会有 在婚宴上 与新郎那种美妙的喜乐 这里的重点是 我们的魂 乃是享受的器官 我们的魂也需要享受 所以仇敌 有一个很复杂的世界系统 利用我们这个魂有 这个享受的需要 就带进很多的东西来 顶替神 顶替基督 这些东西 是为着我们的魂的喜乐 跟快乐设计的 宗教的路 是教人不能这么做 不能那么做 但是让你变得很空虚 神的路 是给我们包罗万有的基督 作为最喜乐美妙 可享受的人为 他 当你在经历他 的时候 他就会 给你的魂 带来真正的快乐 这个 把我们的主题 把我们带进这两篇信息的总题 经历并享受 属天的基督 这个属天的基督的启示 乃是在希伯来书里 希伯来书可能是新约中最难懂的一卷书之一 我在这里 讲一些 如果你不是 1975年 你如果还没出生 或者是你还不是在主的恢复里 或者是你没有参加 1975年 10天的希伯来书生命读经训练 我就是 给你们一些背景 那时候 在1975年 在安那汉的会议中心 因为那时候 波罗的会所还在建造 然后我们那时候 只有录音 没有影像 所以你不能上网去看影音 李弟兄 他亲自告诉我 他说 那一个生命读经训练是 最高的训练之一 因为他 当时是与属天的基督同在 这位属天的基督 把他自己 时刻地分辞到李弟兄里面 然后把这个卷 希伯来书以一种美妙的方式打开 这只是43年前 只是43年前 李弟兄知道 当他分享信息的时候 乃是为将来撒种 他知道 我们进入他所分享的事物的度量 是很有限的 他会将被他自己释放信息给我们 但他知道将来 这个实际的灵 会实际的把 来把这些话做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有些人可以见证 我们在福音书里 可以享受 鲍罗万有的基督的某些方面 他是真良 他是新郎 他是真葡萄树 他也是 复活和生命 他也是道路 那我们有些人 那我们有些其他的人 也可以分享 他们对于 鲍罗万有 基督的经历和享受 在各种各国书中 来分明 基督是 看不见之神的像 他是新人的构成成分 他是我们的生命 还有一些人 也可以见证 马太福音 或者是启示录里面的 鲍罗万有的基督 但是我要问问 很柔和地问一问 而且是带着鼓励 和供应 还有引导的动机 来问问你们 你们有多少人 可以见证 并且供应 并且道赞美 从我们的身处 来赞美这位 鲍罗万有 属天的基督 是从希伯来这卷书 来认识他 并经历他 我们 也许可以 宝贝一些 在书信里面 关于内住的基督的经节 基督 安加在我们的心里 他真的太宝贝了 基督也加强我们 到里面的人力 主耶稣基督的恩 与我们的灵魂 在基督 活在我们的里面 基督 成行在我们的里面 但是 来到希伯来这卷书 这个属天的基督 好像 是非常超越的 我们在这里 远超一切的 我们在这里 总是在这里 在一些很挣扎 或无聊的情况里 无论如何 我们是很低的在这里 然后他呢 又是远超诸天 远超诸天 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哪里呢 那是属天的基督 但是我们在这里 地上那么低 所以当我们读 希伯来书的时候 也许 这卷书对我们 就是道理 我们可以学习 其中的一些点 他是大祭司 他是先锋 他是我们 救恩的创始者 他是许许多多的 项目 但是我今天和明天 在我心头的负担 乃是我们会 在我们属灵的领悟 认识上往前 而且甚至我们可以 实际地经历 并享受 希伯来书里面的 属天的基督 我相信 主会让我们 至少释放一些东西 帮助我们看见 这个包罗 患有属天的基督 和我们的人 我们属人的属灵情形 之间 是有实时的相关的 我们要看见 这个观念 有两面 一面 在主的这一面 他是正在 传输 他说 在天上之事里 正在做的事 传输到我们的灵里 他知道你在一些情形里 你需要某种特别的供应 所以他为你祷告 为你代求 然后他把他自己 正在祷告的东西 传输到你的里面 他是希伯来书 十三章 他是群羊的大牧人 这也与彼得 前二章五节 这个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 的话相配 所以当他天上之事里 他是在牧养我们 借着他的传输 他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 顾到我们的魂 所以 从天的最高树到 到我们的灵里 有一个传输 在我们这一面 明天早上的信息会说 主是住在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的这一面 有一个超炼 希伯来书四章告诉我们 我们要坦然无惧地 来到神的宝座 希伯来书十二章 也告诉我们 借着高阳的主耶稣的血 我们可以放胆前进到至圣所 这实在是很好的经节 至圣所 是在天的最高处 是恩座 就是约会的盖 也是在天上的至圣所里 我们在地上 能够进前来到至圣所 我们怎么在时间和空间里 如何进到至圣所里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乃是 你想一想 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 做了那个梦 看见天开了 梯子 把天临地地临天 神的使者在梯子上面上去下来 然后雅各醒了说 这里是天的门 这是神的家 在约翰 一章五十一节 主把这个雅各的话 应用在他自己身上 主自己说 你们将要看见 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 男子就是成为肉体的神 他乃是天庭 这位基督在复活里 乃是在我们的灵里作为 这个梯子 把我们的灵连于天 而我们的灵 乃是天的入口 所以我们借着转向我们的灵 操练我们的灵 我们能进入这个门 我们就连于天 借着基督 作为这个梯子 我们灵里的东西升上去 然后那次生命之灵的东西 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真实地摸着诗恩 做能够蒙怜名 得恩典 这些都是我们事事所需要的 我也要再提起另外一件事 是非常地美妙的 也蛮有经历的 就是刚刚我们所唱的第一首诗歌 希伯来书十二章 说 忘断以基于耶稣 我想要问问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经历什么呢 怎么经历当我们 忘断以基于耶稣 就是我们信心的 创始者与成终者 然后经节的末了说到 他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位基督 耶稣 复活升天的基督 他正在天上神宝座的右边 当我们忘断他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 我们怎么能够忘断 以基于一位在宇宙中最高处的人 但是保罗经历了这事 所以他先告诉我们 我们要忘断 这个忘断的希伯来文 希腊文是说 我们从一切搅扰的事中 转出来忘断 在我们的里面有各种的打岔 我们可以离开这一切的东西 然后注视基督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一个鼓励 有一个劝祷 我们要忘断 听听这个 在希伯来书二章 八到九节 八到九节后面 说 如今我们还不见万有都服他 这是升天的基督 这是确定的 你只要看一看 你iPhone上的 iPad上的新闻 你就知道 这个在Washington D.C.现在发生的事情 这地上许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它是不服在这个升天的基督之下的 但是九节保罗说 但是唯独看见耶稣 我们唯独看见耶稣 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所以十二章二节 它说 忘断已给予耶稣 然后二章九节它说 我们看见耶稣 英文里有我们看见耶稣 弟兄姊妹 不管你们的经历 在这一刻 你们的经历是什么 都过去了 你需要让这些事过去 我们要来的 我要提的这些经历 你们还没有 这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要盼望的 我们盼望 我站在 也许我们会认为说 我们知道怎么样 看见耶稣 我在这里给你们见证 你们也看见我 在我的经历里 我看见耶稣 我们看见耶稣 这些不是只是经节 这个作者乃是 这样的活着 他说 我们看见耶稣 我们看见耶稣 耶稣是对我们 非常的真实 这一封书信的受者 乃是 在极度逼迫下的 犹太幸福 很多人就退后了 离开照会生活了 回到犹太教宗 回到圣殿 回到祭物 回到节旗中去 保罗在这里 鼓励他们进前来 也警告他们 以神的国度来警告他们 所以这一封信的受者 受信人 都不是在一个容易的光景里 我们有些年纪比较大 我们可以见证 光是过一个人性 为人的生活就是不容易的 就像 一个包罗万有的 诗歌里面讲 说到 人性的受苦也是 是耶稣的灵的一部分 但是 希伯来书的作者 还有 李弟兄这个时代的指示 他在1975年 把希伯来书向我们打开 还有追求的信徒 也能够向我们见证 不管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都能够 在我们的身旁 有任何的事 我们可以见证 我们还没有看到万有福在他脚下 我们这个世上的事没有福 我里面也没有福 我的环境也没有福在他的脚下 但是我不看这一切的事 我要忘断这一切 然后我要见证 我们看见耶稣 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我们很容易的 看新闻之后 看见司法部在做什么 这个团体做什么 那个团体做什么 下个礼拜他们要做什么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他们的怪异的拘禁 很容易我们就看这些东西 好不费力 你就可以看见 但是主为我们祷告 使我们学习忘断 给予耶稣 他正在神的右边 然后我们可以说 一点过一点 一点过一点 也许我们开始的时候只看见一点点 也许久一点我们就能够注视他 稍微久一点至终 我们就可以一直不停地注视着他 我们看见耶稣 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所以现在 在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 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纲要中 关于希伯来书中 属天基督的不同方面 这些方面能够对我们 在经历上成为真实 并且可以成为真正享受的 我们有些人 我们有些人 参加了九七五年的 希伯来书解生命读经的训练 李弟兄用了这个表达 胖胖胖的表达 他那时候已经七十一岁了 他满了活力 满了供应 在冬季训练那时候 那时候是在一个冬季训练 像圣徒们在那边编了一首歌 在那里唱 胖胖胖胖胖胖 我就在那里想 到底这个胖胖胖是什么 李弟兄所说的胖胖胖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些人反应比较慢一点 这是我在深思的东西 慢慢我就从主的话和执事的话里 慢慢看见李弟兄是在那里 经历满了活力的传输 所以现在我可以说 我终于知道他所说的胖胖胖是什么意思了 胖胖胖的意思就是胖胖胖 是一种的感觉 是一种的经历 从这位属天的基督 而来的传输 这个传输的灵乃是实际的灵 他把基督的每一方面 对我们都成为真实的 我喜欢这个诗篇 51篇里大卫的悔改 的是大卫说 你喜爱内里的真实 在新约同等的词 就是把真理和主要看见我们的里面 被实际所充满 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 实际的构成 渗透浸透到我们的里面 一点一点的 更多更多 这个就是这篇信息后面的负担 第一大点 希伯来书启示基督奇妙 奥秘 包罗万有的人位 我们会来想一想 我们不会很稀的讲到每一点 但我们可以想一想 有七方面 等一下会提到第二大点 在神革里 在神革里 子是神荣耀的光辉 是神本质的印象 光辉 何等的词 你如果玩这个scrabble 拼字游戏的话 你大概没有办法用英文拼出光辉这个字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太阳在那里照亮 但是太阳照出来的光线 就是那个光辉 就是那个散发出来的光 所以当神有这个子的时候 就是神在祂这个光线照亮出来 所以当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里面可以看见 祂的光 祂的荣耀 这个照亮的耶稣 记不记得当祂改变形象 改变形象 在马太福音17章 祂的面 如日中天 这是约翰在启示录一章所看见的面光 这是基督的光辉 所以保罗可以说 在灵后3章18节 我们都同样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 如同亲自观看并返照主的荣光 主的荣光在哪里 4章7节说到 神的荣光乃是在耶稣的脸面上 这是非常的享受 我们只要看着祂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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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断那些 使你软弱 使你受压 使你受压 使你失望的事物 望断这些事 以及这位照耀的神 祂也是神本质的印象 一 荣耀是外在的彰显 本质是内在的素质 说到荣耀是神外在的彰显 此是神荣耀的光辉 是父荣耀的照明 我们怎么能够里面被照耀 然后被拔高呢 只要我们花一分钟 来看一看父的荣耀 我们看见耶稣 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光辉 所以我们里面就会高深 也会释放 二 说到本质是神内在的素质 子是神本质的印象 是父所示的彰显 然后第二重点说到 子是神荣耀的光辉 是神本质的印象 意思是说 子是神领导我们 神要领导你 我们 我们正在说这事 我相信当我们在说这事的时候 在Ceritos会所晚上八点二十六分 神正在领导我们 要在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照耀 你只要把你的心转向祂 向祂敞开 让祂照耀到你的里面 第三大点 基督是我们 进入荣耀之完满救恩的创始者 也就是源头 元帅 他是 创始者 他是一个 元帅 他是一个 真战士 由约书亚所表征 我们知道在旧约 神的目的 要把祂的子民带离埃及 他的目的 是要把他们带到每一地 由包罗万有的基督 把我们打出一条路 为我们征战开出一条路 把我们带进并且 带进入 对包罗万有基督的经历和享受里 神永远的目标 是要领祂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就是进入神的彰显里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在这里房间的每一个人 在Long Beach的每一位 Cerritos的每一位 L.A. County 跟Orange County 和San Diego County 里面每一位信徒 都会被带进荣耀 这是神的目标 而身为元帅 基督引领先进入荣耀 我们这些跟从祂的人 正在同一条路上 也要被带进神为我们所命定 同样的荣耀里 这里 我要提醒你们 我们生活中的有一些事情 和我们将来的一些事情 我们的将来 已经被神决定好了 在我们出生前就决定好了 神是一个主宰的神 在已过的永远里 照着彼佛所书 一章二节 神已经监选了你 监选我们成为圣别 已经决定了 他没有问过你的意思 你也许有一个很亲爱的青少年的儿子或女儿 我没有认为 我没有认为 我没有这种想法 认为说 青少年就一定会很难搞 但是也许这个青少年的孩子 不是对主很有幸运 神是非常有耐性的 神在你出世之前就已经拣选你了 成为圣别了 然后以弗所书一章五节 你是预定了得儿子的你 换句话说 你要成为神的儿子 有神的生命 彰显神的荣耀 这已经定了 所以这不是你会 所以不在于将来你会不会得荣耀 而是什么时候你会得荣耀 最好快早一点不要太晚 基督是我们的元帅 他也不是只是坐在那里说 我已经做完了 我已经尽而为切的了 他正在供应我们 把我们带到他所在的地方 第四大点 我们来到整个西伯来书的中心点 就是基督是大祭司 是照着麦基西德 为等次的大祭司 如果你是新人 如果你圣经不熟 你也许会想什么是麦基西德 麦基西德是一个人 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君王 是在创世纪十四章所提到的 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丁在那里 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丁在那里 就为罗德征战并且救回他们 意思就是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我们为他们征战 使他们得恢复 那这个麦基西德 好像从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他就来到亚伯拉罕面前 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供应这个饼和酒给亚伯拉罕 就是这个摇摇职会主的桌子的内容 意思就是经过过程 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就是神在基督里成为那灵 做我们的供应 这就是希伯拉罕所强调的 现在基督在神面前 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背在祂的肩上 祂是我们的大基师 为我们代求 祂知道我们情形中要发生什么事 祂也为我们代求 祂知道我们正在发生的事 所以祂也正在供应我们 但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祂那时候是做另一种的祭司 由亚伦的等次 就是摩西的哥哥亚伦所代表的 摩西的哥哥亚伦是第一个大祭司 是为以色列人献购物和寄居物的 当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 祂把自己当作几乎一切永远的献上了 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所以 西伯来也启示神把我们带到神面前 然后现在他是照着 麦基喜德的等次为大祭司 把神带给我们 这个实在是很宝贝 我不想要忘记 在西伯来书四章 十五节 我们有一个 经节说到 我们并非有一位 不能同情我们软弱的 大祭司 他乃是在各方面 他也是一个人 他是神 作为一个人 他不仅知道我们的软弱 他也能够同情我们的软弱 这个是非常亲密的 我很感谢 主现在 主正在 同情 我们今天 所有的人 现在 今天 所有各种的软弱 各种的失败 各种的难处 我们的感觉 他都是能够同情的 这也跟彼得所说的 在彼前二章五节 所说的一样 当他 鼓励我们 把一切的忧愁 谢给神的时候 他说 因为 所有的事情 对 跟你有关的一切事情 他都非常的在乎 如果你在高中 你有一个AP class 你礼拜一有一个考试 那个也是 主所在意的 你所在意的 主也在意 所以 这个西伯来书的忠心 乃是这个美妙的基督 他是神 也是人 他在为我们代求 他也在供应我们 他是怜悯的 在他的人心里面 然后在他的神心里面 他是忠性的 他要我们认识他 作为这位大祭司 来经历 这位大祭司 享受 这位大祭司 然后 特别在 在赵会的 祷告聚会 祷告执事里 我们能够成为 一个祭司体系 在一里 与他所祷告 所代求的事 成为一 这位属天的基督 有他的心意 负担 我们要扩展 全地众教会的 祷告的执事 能够祷告 国度的祷告 权柄的祷告 征战的祷告 祷告 能够反映这位 天上带求的基督 所带求的祷告 天上所捧绑的地上 也捆绑 我们捆绑 因为天已经捆绑了 天所释放的 我们也释放 我们前面还有 好多好多的东西 我们可以往前 所以基督是 怜悯 忠信 尊大的大祭司 基督能成为 怜悯忠信的大祭司 因为祂是神的儿子 具有神性 也是人的儿子 具有人性 祂是怜悯的 与祂是人相合 祂是忠信的 与祂是神相合 祂是神也是神的 如果祂只是忠信的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 我们属人的情形会缺乏公益 但是如果祂只是怜悯的 我们可能会觉得 神在照顾我们的世上 祂的心意 会有一些的欠缺 就是我们会感觉到 有一些的欠缺 李弟兄在末了的一个祷告 这些年来也成为我的祷告 这个祷告就是 追求主的一个祷告 李弟兄祷告说 主啊 祢在我身 祢对于我所有的心意 愿你都能够造着 你的心意而行 这个是联于祂的忠信 我们的大祭司 必须忠信 必须向神忠信 也向着你的奉献忠信 向着神的定止忠信 但是同时 祂也能够同情我们的软弱 所以祂也是怜悯的 祂知道我们为什么失败 不是只是知道我们失败 祂知道我们为什么失败 祂在意关于我们的一切 这一个美妙的人为 乃是灵魂中心 而基督是我们尊大的大祭司 在祂的人为 工作和所达到的事上 是尊大的 祂经过了诸天 并且能同情我们的软弱 所以我们不应该认为 祂那么高高在上 在那里管理一万一宇宙 所有的世界局势 祂怎么能够有时间管我呢 祂是神 所以祂能够同时做这些事 你知道所有的信徒都可以 同时向祂祷告 然后祂也能够 同时地回答我们所有的 答应我们所有的祷告 祂在祂的天上的指示里 是非常地属人的 你摸到祂这样的人心的时候 祂实在是摸着你的心 祂不判你的软弱 祂不判你的软弱 祂同情你的软弱 并且照着神 来护到你的软弱 祂是基督是已进入 漫内的先锋 祂在知圣所里 一 主耶稣所进入的诸天 就是今日漫内的知圣所 而主耶稣所先锋领先 经过风暴的海 进入蜀天的避风港 照 麦基喜德的等次 为我们做了大祭司 所以在这里的上下文 我们有一个 这个毛 信心的毛 丢入了知圣所 这个就像是我们在海上 有一个 在船上有一个旅程 我们经过一个风暴的 有一首诗歌是由 这个何顺人教师所写的 他用这幅图画 就讲到这个船要成了 这个船破了 船要成了 可是 她说我们有些船是 小 有些信徒就是小船 他永远都不离开岸边太远 他们不会到这个海里面 然后跟从主到 另外一边 在这个海上有风暴 和尚恩教师自己也经过这个风暴 她也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她付了代价 回到中国 然后留在中国 把自己当作一个种子 埋在中国 然后让主能够在中国 兴起他的恢复 你弟兄和日弟兄 她说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会是经过风暴 就像使徒行传 二十章七节里面的传难一样 他们在那里 完全失去方向 在那个海上的风暴 不知道往哪里去 但是我们的 这个 先锋已经进入漫内 我们有一个毛 星星的毛 我是带着确信说这事的 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不会死在海上 我们都会进到港湾中 我们都会进到我们的先锋所在的地方 他已经经过了这一切的风暴 他开了路 他就是在漫内的信心的毛 我们来到第六点 基督士能拯救我们 到底的大祭司 罗马书五章十节 我们就更要在他的生命中得救了 今天晚上在这里 有没有人要更多的在他里面得救呢 你是不是担心你 你的生活的情形 你愿意蒙拯救吗 脱离那个吗 我们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 从一切消极的事物中 拯救 所以内住的基督 乃是拯救的能力 属天的基督 乃是 为我们代求 把我们拯救到底的那一位 也许我们会说 神做一个活的人为 他不仅有属性 也有某种的个性 他的性格 其中的一面 就是他喜欢 他是一个自隐的神 他喜欢隐藏 也许他向你隐藏一段时间 有时候像他的隐藏 也有积极的一面 然后他还有一种的性格 就是他是 非常彻底的神 他开始的 他一定会完成 保罗是不是对菲利比的信主说 他已经在里面开始了 这善功的他 也会完成这功 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 他是一个彻底的神 贯彻的神 他也非常厚测地认识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天然的构成 他进到我们的里面 作为次生命的名的时候 他不会因为我们 里面的光景而感到 惊讶或者是 失望或者是 搅扰 他乃是一位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救主和牧人 他知道该如何做 他会 透彻地得着我们每一位人 每一位到一个地步 我们像雅各书八章的家偶一样 这个雅各书里的家偶 他跟主之间的这个旅程 开始于一个清嘴 然后现在到了第八章 他是完全的成熟 渴望被提渴望 被变化形状 他说当我要变化形状 我看见你的时候 我会与你亲嘴 这位家偶有一种 满对这个主的这个贯彻 他是满有认识 主是不是失望的 主演 不灰心 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 担言主 但是主不失望 我们就一个小小的建 正正我是满16岁之前的几周 我得救了 虽然在那之前 没有什么人帮助我 虽然我是在公会里 得救的基督徒 但是买个所有的东西 都是道理没有实际 但是几个月之后 我就告诉我自己 说我发现里面有一个人位 我有一个人位在我里面 但是我不晓得 我相信这是主 但是我不晓得 他在哪里 所以很多年来他 在我的里面像一个 被囚禁的人一样 他就进来进到里面 然后他就被关在里面了 你可以去做 你想做的事情 你去读你自己的神学 我最后 虽然你读完之后 我会给你 再把你解读一下 但是主也没有说什么 就让我去了 后来我进到这份指示 我才知道 11年之后 主在我们的里面 安静的 待了11年 他知道我在我的人生里 做什么决定 往哪个方向 他就在那里安静的等候 所以他不会放弃我们任何一位 你也没有办法停止他 因为他的性格 是非常贯彻的一位 所以我们就要像这个 在雅各书里面的家 一样 他要变化我们到一个地步 最后要改变形状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知道你们还年轻 年轻不需要很多那种少年老成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年纪真的大了 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你年轻的时候 你想要有一个漂亮的身体 可是你老的时候 你是像我们一样 我们唯一的盼望 就是有一个新的身体 每一个 我们里面每一个细胞 都被三一神所浸透 使我们能够被拯 他能够拯救我们 到底他也在为我们代求 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 为我们代求承担我们的案件 约翰一书二章一节 在那之前 约翰说 我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 但是如果犯了罪 我们有一位在神面前 为我们代求的大祭司 所以当你失败的时候 你的辩护律师就立刻在神 面前为你说话 他是我们的辩护律师 就像约翰一书二章一节讲的 就是他是与父同在的辩护者 为我们辩护 他说我要为这个人祷告 使父能够得满足 然后他把他的感觉 传输到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能够蒙光照 使我们能够悔改 这一位美妙的大祭司 他要确保我们 被拯救到底 二 基督为我们显在神前 为我们祷告 使我们可以蒙拯救 并完全被带进神 永远的定职 我们都在不同的阶段里 我们每一位 都会被完全带进神永远的定职里 日夜 我的心 都为一些的人或一些光景 在那里伤痛 我与主事宜 我实在 并不能停止地为他们伤痛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知道 主一定会拯救到底 七 基督是诸天里的执事 基督是真帐幕 天上帐幕的执事 把天不仅指地方 也指生命的情形 供应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有属天的生命和能力 在地上或属天的生活 正如他从前在地上一样 这会对我们成为生死的 他会把一个天的情形 供应到我们的里面 你会感觉 一个属天的供应 当你经过许多难处的时候 或者是重复地在那里洗碗 洗衣服 开车上班 七分钟上班 十八分钟回家 开车回家 这些重复性的事的时候 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都在 把天上的供应 为我们代求 并且供应到我们的里面 这个供应是源远不绝 持续不断的 包罗万有的基督 是可接受的 但是我们 如果没有接受到这个的话 表示我们没有在灵灵 我们没有忘断 我们没有转向他 所以主耶稣不坏心 他就为我们祷告 使我们能够转向他 而且他会安排许多的环境 使我们转向他 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 他就能够把一些东西 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大点 第八 基督是进入初天之上的至圣所 并得到永远救赎的一位 救赎是在十字架上完成的 但乃是等到他进入天上的至圣所 就是将他赎罪的血 带去现在神面前 他才从神得到有永远功效的救赎 记得在立位记的预表里 这个祭物是杀在祭坛上 然后祭司把血 除罪记的血带到至圣所里 撒在这个约会的盖子上 这个是一个图画 给我们看见基督成就了救赎 并且把他救赎的功效 带到神面前 神完全接纳了 接纳了他的 他所成就的救赎 所以他的血首先是满足神 然后是给撒旦 使我们能够对抗他的控告 然后最后是为着我们的良心 现在这个路是完全打开 因着基督做神的羔羊 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的 为罪献上自己的错记物 除去了世人的罪 塔萨在天上招募里的血 就为我们成功了永远的救赎 因此我们得赎 乃是用基督的宝血 每一天 我都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开始 只有借着耶稣的宝血开始 我们都知道这个经节 约翰一章二十九节 我们 这个是约翰一书 我们行在光中 正如他在光中 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不是说我们应用血 我们都一起在光中 一同有交通 然后神儿子耶稣的血 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不管你记不记得这个罪 你认为他能不能被赦免 但是圣经说是一切的罪 现在我们都一同在光中 现在耶稣的血 就洁净我们每一位 我们所有历史中一切的罪 然后神忘记 当神赦免 并且洁净后 这个罪就出去了 他就忘记了 最后一点三 基督是如今为我们 显在神面前的一位 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可以看见耶稣 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 然后我们有一个感觉 我们在这里 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他正为我们显在神前 我们每一位都在他的胸前 在他的肩上 他在神面前担负着我们 我们怎么能不爱他 不珍赏他 不感谢他 赞美他 为着这个属天的基督 为我们代求 为着今天晚上的聚会 明天早上的聚会 只是帮助我们在经历 并且享受这位属天的基督上 再往前几步 赞美主